2013年4月1日 K! D K! K! D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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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全部我们梳妆部门 化妆部门 大家都纯手工的去做了 这样已经两三百个小罐了 就是特别为他们的身高 还有颜色服装搭配去做了视频 所以为什么你们老是 你们觉得刚刚好了 为什么我看就是歪的 因为我的身高跟你们不一样 也是这样的弹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 《学堂福》的制作 因为《学堂福》在整部戏中 它占的比重会很大 所以我们从这个《诗经正风》里面 它有记载到 青青紫金 又有我心 在古代来说 这个青是垫青 是蓝色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蓝色 用到了我们的学堂福里 能够呈现出一个青山的概念 我们每天大场面的话 两点多就要起床 三点多就要去准备工作 最大的场面呢 三百多人 大概出动了所有的书画人员 二十八个人去工作 每天帮我们排班也是很吃力的 因为人太多 就十八个位置有七八十个演员 化妆界每天很难得有休息的时候 首先那个前提就是一个国学缝 放在云上学堂 它要展现出来的是一个 什么审美体系的一个国学 这个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 开会的时候就说过 我们希望在演员的法式上面 做减分的一个做法 就是把金的赢的都放弃了 比较书卷气 做一个非常雅致的一个戏 想通过这些造型上的东西呢 传达古代的文化传承下来的一些精华